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师兄师姐们,吉祥 今天为各位来分享一个巴黎藏故事 这个故事呢是句子的句,辟语的语,句语经 句语经,它是关于我们作为一个佛子,佛教徒 应该要具备的一个修养跟忍辱 这种修养以及忍辱的方法 到底在佛陀亲口宣说出来的这个方法呢 是我们真的可以做得到的吗 比如说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经常就是脾气不好 然后呢遇上境界跟磨难还有别人的批评 一下子都很难就是往正面去思考 可是佛陀您在巴黎藏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给我们什么样的说话让我们正确的提起了力量 而佛陀为什么用句子这样的辟语呢 来形容这个忍耐跟忍辱 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来帮助我们做人的修养可以有所的提升 证文是写这样哦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 世尊是在摄位城 在指陀林的几孤渡园 这时候呢有一个尊者叫做 牟利破群纳 这个牟利破群纳呢 她是过度的跟这个比丘尼啊 还有就是这些女众就是来往来 然后过度跟她们往来之后呢 又没有做很多的一个就是在境界上啊 还有戒律上啊有一些就是应该遵守的部分 然后她的过度的交往跟过度的往来呢 使得这一个比丘哦 只要看见这些比丘尼 他们遇上了被批评,遇上了被责难 这时候呢 这些事情只要一旦发生哦 这个 这个牟利破群纳的这个比丘啊 他一定会站出来 站出来为这些比丘尼生气 为他们不高兴 为他们起争执跟争吵 哦,就是 因为她在年轻的时候啊 在家的时候还没有出家 她那时候都会把她的头发留很长 而且呢 她头发留很长的原因呢 所以她这个名字跟她的那个头发的长度啊 是有一些关联的 以至于她在出家的时候已经剔除了虚发 对不对 她还是沿用在家的这一个名字 所以她虽然是出家重 可是她拥有一个在家人有头发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可是呢 作为一个比丘 如果她跟比丘尼 或者是在家的这些女众啊 过度的来往 就会被人家说闲话 而且会激闲她什么呢 就是说她有超越了界限 超越界限呢 就是 这三种界限就分别是 Vera就是指时间的界限 还有 就是境界 境界的界限 还有 就是界律的界限 在这三种的界限当中呢 这个比丘尼 她因为跟 这个比丘 因为跟这些比丘尼过度的来往 所以呢 就被佛陀规定 就是说 比丘跟比丘尼之间的来往 不可以超过日落的时间 如果超过日落之后呢 就是超过了时间的界限 那么比丘跟比丘尼 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如果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 那么就可以说是超过了境界的界限 还有就是说 佛陀也规定一个比丘哦 在像一个比丘尼说法的时候 不可以超过五句或六句的佛法 那你说佛法超过五六句的话 也是属于超过了这个境界的界限 那么 这个比丘啊 跟比丘尼在说话的时候 经常就是会有一些粗俗的 或者是一些开玩笑的话 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违反粗重罪的这种戒律的界限的话 那另外呢 其实在这个疗牙经里面 就是有比丘啊 跟那个摄利弗说 就是这一个刚刚我们说的那一个 一个很会 很会跟比丘尼在一起的这位比丘啊 他就是好像有舍戒还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好像在出家当中 没有在这一条戒律里面 变得到一种平息跟安稳 所以他就是没有证得任何的禅定 也没有证得任何的圣道圣果 所以才舍戒还俗的 也由此可知呢 就是说 这个比丘他出家之后 并没有很努力的 如法的修行 所以呢 他才会就是 才会做了还俗的事情 那么当时啊 有一个比丘哦 就是其实他就是过去跟佛陀那边 去跟就是佛陀报告 报告说 这个比丘的 这个比丘跟比丘尼过度的交往 那么这个佛陀呢 就跟这个报告的人说 你去帮我把这个 呃就是 谋利 谋利破群那那一个比丘 把他请过来我这里 那好 那这个报告的人呢 就跟佛陀答应哦 就说 去找了这个比丘哦 然后请他过去佛陀的身边 而 而这个比丘他一来之后呢 就礼拜了佛陀 礼尽了佛陀之后就坐在一旁 然后佛陀呢就跟这个比丘这样说 他说 啊 听说你跟比丘你有过度的交往哦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有比丘在你面前啊 批评你 然后又毁谤那些比丘尼 可是你就好像会因为这件事情 就会开始生气 不高兴 你还会跟其他人起争执 这件事情啊 是因为你真的过度跟比丘尼 就是有点过度往来了吗 佛陀就这样问他哦 这时候这个比丘呢 他也没有说谎 他就直接说是的 佛陀 然后佛陀就问说 啊比丘啊 这位谋尼破群啊比丘 你难道不是以信心来出家吗 你难道不是以信心来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了吗 这时候 这个比丘他就是说 有啊是的 他是回答尊者 在那时候回答佛陀的话都是称呼佛陀为尊者 然后佛陀就说 比丘啊 如果你跟比丘尼过度的交往往来 这是对于以信心来出家 过着出家人生活的你啊 其实是不合适的 不适宜的啦 那么比丘 如果有人在你面前批评跟毁谤这些比丘尼 那么你应当要舍断什么呢 就是舍断在家人的欲望 你应该要舍断在家人的想法 为什么呢 比丘你应当如此学 就是说我的心将不改变 我的心将不受任何的影响 我呢不会去说那种粗恶的语言 就是你应该要把那种 佛陀就是说 如果有人在你面前 就是用那个手去打比丘尼 或者是用土去打比丘尼 那么你应该要舍去世俗的欲望 跟世俗的想念 你应该就是想着说我的心不变 而且还不发恶语 你应该就是想说 我是持慈敏心 怜敏心 跟住在慈心当中 然后呢 不要抱着任何的称慧的心 就是说比丘尼因如是学 这时候 佛陀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看到比丘尼被打 比丘尼应该要就是心不要改变 然后你的心不要受到影响 不要说那种粗恶的语言 去回答那个打人的 打比丘尼的人 应该要用一种悲悯心跟利益的心 然后住在慈心当中 不要生气 就是说指使 就是指示这一个比丘应该要学习这样 但是呢 如果有人批评 不是批评比丘尼 而是批评你哦 批评你这位比丘 那么有人批评你 有人毁谤你 那比丘尼也应该要舍弃在家人的欲望 而且要舍弃在家人的想法 你应该要如此学 学什么就是说我的心将不改变 我也不会说那种粗恶的语言 我会将悲悯跟利益他人的心放着 然后我会安住在慈心里面 而且不生气 就算是有人用拳头 用土块 或者是棒杖跟刀子来打你啊 攻击你 那你还是 你的心还是应该要这样的学习 就是说我的心将不改变 我的心将不受影响 我不说粗恶的语言 我会将悲悯的心 跟利益他人的心放着 我会住在慈心里面 而不生气 就是说比丘你应当如是学哦 这时候呢 世尊就跟比丘们说 诸位比丘 有时候呢 比丘们使我的心欢喜 那诸位比丘 我曾经对比丘们 就是这样的说话 我说 所有的比丘 诸比丘们 我一天只吃一餐哦 而且在用餐的时候 最后是用完餐 我才会离开座位起来 所以这才称作 一座食 这就是 一座食 就是一个座位 食物 一座食 朱比丘 当我以一座食来用餐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自己啊 比较少生病哦 而且比较少什么呢 生病跟气恼 还有就是我在起居的时候 比较轻快 也比较有力气 而且我会安乐的住着 那所有比丘来 你们其实也可以用一座食来用餐哦 就是说比较无病健康爽快 而且有力安详啊 那所有的比丘 其实不需要给你们什么样的一个 教诲哦 那其实你们应该也是有必要 就是让自己 就是生出这样的正念哦 那佛陀呢 在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啊 他其实是已经看到现在的弟子啊 比较不受教 而且不听话 可是早期的那些弟子啊 是很好教的 很听话的 都不用制定很多的戒律哦 他们就会自动自己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呢 当时啊 有很多的弟子哦 他们能够证得什么 圣道圣国 可是现在的弟子呢 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这么好的去教育他们 而这种情况呢 就是很像什么呢 就是说 佛陀就有讲一句话 就是说 朱比丘就好像是一个街道 里面哦 有平坦的地哦 然后有那种很善于训练的马 然后他常常就会 就会准备那个车程哦 然后也有放置这个鞭子哦 可是呢 可是呢 这个 这个 这个马呀 乖巧的马 让那个调育师调育的时候 这个调育者 他左手也是会直刚 右手也会拿着鞭子哦 然后随意往还哦 但是呢 就是这些善巧的马 其实都不用鞭子打他们 他们自动会做好哦 也就很像说 朱比丘 如等比丘是不需要云以教诲的 那 就是 可是那些比丘 确实需要被人换其他的正念的哦 所以呢 佛陀又再次的讲一次就是说 朱比丘事故于此哦 如等以舍不善法 可是呢 要努力于善法 如是 如等时亦因于此法哦 此戒律来达到增大 辛荣跟成就圆满哦 朱比丘就好比说村里面的人 跟聚落的附近有大梭罗的树林嘛 对不对 然后被那个 被一些就是 就是藤蔓啊 跟杂草啊 把这个树生长的地方却长满了 这样子 可是呢 如果有一个男子他要走过来 然后就想要让这一片树林长得非常的好 长得非常的茂盛 他就会把那些就是 养分长得过度弯曲 长得很好的那种 比较小的树把它砍掉 然后丢到外面 而且会彻底的把树林里面的这些 麻呀 藤蔓啊 杂草 全部都彻底的清除干净 那些长得很直的小沙罗树呢 就会持续的长得非常的正直 那朱比丘如此一来 这座树林有时候就会成长增大跟广大 同样的朱比丘你们应当致力于舍断那些不善法 而且要增长这些不善法 你们才能够在这个戒律里面 就是增长广大跟成长 这里指的舍弃不善法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跟禅修禅那相对等 就是敌对的五盖 五盖等烦恼 就是有五盖 另外呢 还有第二个 进入第二个故事的阶段 就是说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那个佛陀又继续开导 开导大众诸位比丘 从前有一个沙瓦提成 沙瓦提成呢 有一个侍女 然后她的名字就是 巴黎文是Vedihika 然后她是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大妇人家的夫人 她是叫做韦蝶西卡 韦蝶西卡这个夫人 这个夫人呢 她的名声非常的好 因为大家都传着说 哇这个夫人啊 她呀非常温雅呀 非常柔顺啊 非常净熟啊 她就是很温柔切逊 而且个性又很极净 然后气质很好 然后为人端庄 为人呢 就是非常的有耐心这样子 然后又很优雅 脾气很好的意思 可是呢 这个夫人呢 有一个悲女哦 就是 有的经典是说是她的小妾 小妾哦 那这里也有的经典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悲女哦 然后就有两个翻译哦 这个小妾呢 她就是要视这一个夫人哦 但是呢 她因为她的个性呢 就是很能干哦 而且也不会懒惰 然后很善于处理非常多的各种工作 这时候这一个小妾就一直思维想说 诶 我的 就是我的主人啊 经常哦 就是不会生气 然后呢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名声 然后她很温柔 很谦逊 而且很激进 她的修养非常的好 可是呢 我们的夫人 她到底内心会不会出现任何的愤怒 然后还是说 她的内心是真的完全都没有愤怒了吗 还是说 是因为我善于处理非常多的事情跟工作 所以呢 她就 因为都帮夫人什么事情都做好了 以至于就是夫人就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愤怒呢 所以 这个 这个小妾啊 她就心里面想着说 还是让我来试试我们夫人啊 然后为了要试看看她的夫人有没有就是会不会生气啊 所以隔天的时候这个小妾哦 她就故意怎样呢 就是故意 就是睡到天亮才起来 然后这时候呢 夫人呢 就叫这一个小妾说 喂喂喂 哈喽哈喽 起床起床了哦 然后这个小妾就回答夫人说 嘿 夫人 什么事情啊 夫人就问她说 喂 你怎么睡到天亮才起来呀 你今日起迟 啊 启齐 启齐者 为何事啊 哦 然后 这个 小妾就回答夫人说 夫人啊 什么事啊 然后 夫人又继续问 嘿 你为什么睡到天亮才起来啦 然后这个小妾又继续回答说 夫人没有什么事啦 这这这这夫人就想说奇怪咯 我再问你为什么晚起床 你在回答我没有什么事 这根本答非所问啊 我而且我问了你两次 你还回答我说没有什么事 我已经人都到你到你面前了 然后这样的问你事情了 你怎么还是这样说话呢 这时候夫人就说坏丫头 哈 你哦 就是不像话 没有事情 你竟然睡到天亮才起床 哈 她就非常的愤怒 夫人就非常愤怒哦 然后就开始不高兴 而且皱着眉头 当时啊 这个小妾心里面就想 哦 我们的夫人内心 其实还是会愤怒的 只不过是由于我善于处理 各种工作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夫人内心的愤怒 才没有表现出啦 还是继续让我再来试试看 我们的这个夫人吧 然后呢 隔天啊 这个小妾又故意睡到天亮 而且是睡得更久哦 睡得更久才起来 然后这个夫人就去找这个小妾说 喂 喂 然后那个小妾就回答夫人说 夫人啊 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夫人就问说 喂 你怎么睡到这么晚才起床呢 小妾就回答说 夫人没有什么事啦 然后呢 这个夫人就马上就骂了她 她说坏丫头不像话你呀 你既然没有事你还睡得这么晚 然后她就开始呢 就是会开始就是会有一些略有为辞的夫人这时候就开始会说话哦 就会开始就是有一些抱怨的话就一直说开始说了说了出来 而且呢她本来那种很温雅很柔顺很近俗的那种气质呢 完全都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生起来的当时呢 这个小妾啊心里就在想哦我们的夫人啊她内心哦其实是会愤怒的由于我善于处理各种工作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夫人内心的愤怒才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也就让我再继续再继续试试我们夫人吧 那么为了想要再试看看她的夫人有没有生气 她的夫人是不是一个温雅者 是一个柔顺者 是一个净赎者 所以呢 她隔天哦 哦这个小妾又睡得超级更更更更更更更晚 哈才起床 这时候夫人哇真是冒烟了哦 然后就跑去跟小妾说喂 然后小妾也回答她说夫人什么事情 然后夫人就说你告诉我 你到底为什么睡得这么久才起床 到底是什么回事 可是小妾还是跟上次回答都一样 她说没事没事 夫人没什么事 这时候呢 她夫人啊 听了她连续三天都回答她说 没什么事 每次都是答非所问 这时候 这个夫人也就开始不耐烦了起来 然后就把门啊 拴住 然后就拿那个拴门的那个棒子哦 就往这个碑女的头敲了下去 哇 这个碑女啊 被这个门拴棒哦 敲打了头部之后 马上就痛到破头 就是头破血流哦 整个人都流着血 然后这个小妾呢 就跑到邻居那边去诉苦了 就说大家看看看看看看 这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一个温雅者 柔顺者 净属者的夫人所干的好事啊 你们看看 这是她做的事情哦 你们说她很谦虚 你们继续看吧 真的是这样啊 一个极尽的人为什么一个悲女一个小妾睡到天亮比较晚 她就愤怒就不高兴就拿那个门拴棒来打悲女的头来打小妾 让她这个头整个头破血流了呢 所以从此啊 这个佛陀就说 朱比丘 从此呢 这个韦迪西卡夫人 就是这个夫人 她的恶名声就传出来了 哦 这个夫人很凶恶哦 哦 这个夫人不谦逊哦 哦 这个夫人不寂静哦 同样的道理 朱比丘 有些比丘在没有受到那一种就是呃就是在没有受到那些就是不欢喜的话或攻击她的话或者是让她非常热闹的话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的经常是很温雅很柔顺很尽俗就像那个夫人一样 就是很谦虚温和啊 好 但是呢 遇上非常的呃就是有攻击性的话还有那一种呃非常触脑的话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出这个比丘是否真正的很温和很谦逊很寂静哦 他是真的是那一种温雅者柔顺者净俗者吗 同样的道理 所有的比丘 当所有的比丘看到夹沙就是衣波床作跟医药食具的时候他表现的哦 非常的温雅 非常的柔顺是净俗者 对不对 就是修养很好的样子 可是呢 当这个比丘他得不到夹沙得不到食物得不到住处的时候还有他得不到他生病所需要的药的时候得不到这些护齿 他呢开始他的那一种温雅柔顺净俗的这一种性情跟修养就看起来都没有修养很好的样子了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夫人可以表现的那么的温雅柔顺跟净俗呢 是因为这个小妾这个卑女把他侍奉的非常的好的缘故 你大家想看看这个夫人的名声是怎么累积起来的 他是经过很久的时间才慢慢累积下来的 可是呢 他的坏名声却在一天当中就马上形成了 可见得如果一个人被人服侍的无忧无虑的时候 再加上其他人的赞赏跟赞扬 这时候呢 所有的顺境都会让他表现出是那么好的修养过来 假如很多事情都需要他自己亲自去做 没有很好的帮助的人 没有好的帮手 这时候呢 也没有人赞赏他 赞扬他 反而是一直批评他 这时候如果他还能够保持风度 有很好的修养 那才是真功夫 就像有的比丘受到信众们的恭敬礼拜 受到恭敬供养的袈裟 食物跟住处 也就是一波床座 医药资据的时候呢 这时候因为由于处在顺境里面 他能够保持这么好的风度 这么好的修养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之前就已经获得了非常良好的袈裟 非常好的医波床座跟医药依据的时候 他呢 已经不需要这些食物生活所需 没有人向他恭敬礼拜 甚至有人批评他 如果他在逆境之中还能保持风度 有很好的修养 这才是真功夫 所以 佛陀就告诉所有的比丘们说 诸比丘 当比丘受到恭敬礼拜 供养袈裟 供养食物 供养住处 供养药品的时候而表现出的顺从 这不是我所认为的顺从 也不认为这个比丘是很好调教的 只有当比丘他恭敬法 尊重法 尊敬法的时候 这个比丘他所做的顺从 才是我所认为的顺从 也才是我认为的很好的调教 所有的比丘因此 你们要以把我们所以恭敬法 敬重法 欢喜法 供养法 尊重法 来成为一种顺从 这时候呢 佛陀还有说 当所有的人 在对你们说话 讲话 劝告指责你的时候 可能会有用五种语气的方式 来跟你说话 这时候就是 佛陀就说 这五种说话 分别包括 食与非食 食与非食 就是时间 适当的时间 跟不适当的时间 就是适当的时机 跟不适当的时机 来跟你说话 或者是 以真实的话 跟你说话 还是以不真实的话 来跟你说话 又或者是用很柔和柔软的说话来跟你说话 还是以粗暴不柔和的说话的语气来跟你说话 还有也有人他在说话的时候他是具备对你是有利益的来说话还是又添油加醋说了一些对你没有利益的说话 然后又或者这个语言他是含有词心的说话 又或者这个语言他是含有称心的说话 比如说现在两个人在吵架 然后就有人来劝比丘 这时候他劝比丘的是你应该要看对方的优点 可是明明有错的是对方 您这时候说的话就不是一个有利益 有利益 这一个比丘的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是当事人 你根本事情只有看到枝末 而且你的天油加醋表面上是利益的语言 事实上是非利益的语言 然后表面上就是语言是很柔软的 可是因为你不是当事人 你帮了道忙 所以在有话事实的时候 你说的根本不是事实 还有就是虽然你的说话是没有暴乱的 然后表面上听起来是利益的 可是你的心中是含有称心的 并不是以慈心来说话 所以比丘 比丘你 你们经常其实会遇见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如果遇见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 朱比丘 你们应当如是学 学什么呢 就是说 我等之心不得变 我等不发恶语 我等是怜悯心 助于此心 不抱着称慧 而且对比 入以句词心充满而住 以比为出发点 句词一切世间 广大广博 无量 无会 无害之心 充满而住 朱比丘 如是如等 应当如是学 这个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在说话 讲的是真对你讲话 有时候讲的是真实的 有时候讲的是不真实的话 朱比丘 当其他人对你讲话的时候 可能是用柔和的语言 可能是用粗暴的语言 朱比丘 当所有的人在对你讲话的时候 有可能是讲 对你是具有利益帮助你的话 但是也有可能讲出对你是不具有利益的话 朱比丘 当其他人在对你讲话的时候 可能是用词心来包装他的话 可能是用称心来包装他的话 所以 朱比丘 你们应当如此学 我们的心将不改变 我们的心将不受影响 我们将不说粗恶的言语 我们将悲悯利益他人 我们将安住于此心不生气 而且我们将以此巨心片满 那个人之后而住 而且以他为所缘境 以此巨心 用宽广心 广大心 广博心 无量心 用无称慧的心 用无就是害他的心 然后这样充满的整个宇宙 充满着这件事情 所以朱比丘 你们应当如是学 其实佛陀是非常的有智慧 非常的让所有的比丘来学习什么是修养 什么是面对所有的语言的时候 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 这时候呢 佛陀又用了那个大地来形容 就会说 你看哦 佛陀就说 如果有人拿来 就会说 拿那个什么铲子 然后将这个大地 就是处处崛起 然后让这个大地土地都变成不是地 把所有的土地的土都挖起来 把所有的土地的土 然后就是遍地的洒尿 然后遍地的土口水 然后就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个土地都不是土地了 朱比丘 你们这时候做何感想 然后 你想想看 这个人真的能够让这个大地 都变为不是大地了吗 这所有的比丘就回答佛陀说 佛也世尊何以故 世尊 使此大地甚深无量 彼人虽疲劳至死灭 彼大地亦难成非地 意思是说 不会的啦 世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在做的再更疲劳 做到他死了之后呢 这个大地都不可能成为不是大地 还是一样都是大地啦 世尊就说 如是朱比丘 那就是 所以你们遇上了此无种的语法 在这个时候呢 他之语者 欲如等 即什么呢 就是时语非时 时语非时 软与报 利与不利 慈心与称心 这时候 就是佛陀要说的是 朱比丘 他人的言语 会包括 应与实语 或者是非应与实语 或者是说 以化事实 或者是由于非事实 或者是由于柔软 或者是由于暴乱 由于是添加了利益给你 但是也有的语言是不添加利益给你 然后也有人的语言 他给你的是慈心的语言 但也有人是给你称心的语言 这时候 朱比丘 你这时候还是那一句话 我等之心不得辩 我等不发恶语 我等是怜悯心 语于慈心 不报称慧 而且对彼人 以聚慈之心 充满而住 以彼为出发点 聚慈一切世间 等于地之 广大广博 无量无惠 无害之心 充满而住 朱比丘 如等应当如是学 经文这样告诉我们 就是佛陀希望 所有的比丘 都要真的学会这样的修养 真的学会一个真正的佛子 乃至所有的佛教徒 应该有的做人的一个真正的态度 真正的想法 朱比丘 譬如啦 如果有人拿胭脂 拿姜黄 拿蓝 或茜 然后跟你说 我要把这个虚空哦 画一个佛像出来哦 然后让你们大家都能够以显形象 看到这个佛像 朱比丘 如作何思也 彼人于此虚空 以画形象 以显形象否 这时候佛陀说 有人说拿胭脂啊 拿姜黄啊 要在空中做画 做佛画 你说他画得出来吗 这朱比丘就回答是他 世尊说 世尊 佛也 使此虚空是无形 不可见也 意思是说 整个虚空是无形的 也没有办法看见虚空 这样的虚空如何能够画出佛像呢 就算这个人 他画到他老死了 画到他非常的疲劳 他这一身寿命已尽 也画不出这个佛像出来 世尊就说 一样的道理 朱比丘 所以 有人告诉你那五种语法 就是实与非实 实与非实 软与抱 利与不利 慈心与称心 朱比丘 他语与实或有 因与实与 非与实与 或者是 以画事实或非与 或有与非事实 或有与柔软 有与天暴乱 或者是有与天你利益 有与不天你利益 或是有的语言是慈心语 有的语言是称心语 你这时候都要想什么 想说 佛陀又一再告诫大众 说 我等必须 我之心不得辩 我等不发恶语 我等怜悯心 而与慈心住 不抱着称慧 而且对这个人 以句词充满而住 以比为出发点 就像这个世界是如此的 虚空是广大的 广博的 无量的 无称慧的 无害之心 充满而住 朱比丘 如是 如等应当如是学 好 然后 这个 这个佛陀呢 他实在是 很有意思哦 就是 他用了很多的辟语哦 还有用甘草之火炬哦 来说这个什么 用甘草的火炬啊 已经得到了热呢 然后我煮沸哦 就可以煮沸那个 那个横迦河 就是甘草 用甘草的火 要煮沸 一条河流的水啊 佛陀就这样 辟语 这个所有的比丘 然后比丘 你们听了这样的话之后 你们要怎么思考呢 比丘就说 难啊 难啊 这个人 就算到他疲劳 到他往生 这个水 用他那一点点 小小的甘草的火 也是很难让他煮熟啊 啊 佛陀又回答了 刚刚那些话 就是说 有慈心称心 利与不利 这些五种语言 一旦发生的时候 所有的比丘 你们一定要 我等之心不得辩 我等不发恶语 我等怜悯心 于慈心住 不抱着称慧 而且对比人 以句词充满耳助 以比为出发点 然后用这个世间呢 等于就是像虚空般的 广大 广博 无量 无称慧 无害之心 充满耳助 然后呢 你看哦 其实佛陀的辟语 是非常的 微妙的哦 而且他用很 微细的那种心思啊 来让大众理解 这一切的事情 而且这一切的事情呢 是很 很让人们想不通的 这样的话 他把那五种话 他把那五种话 用一些辟语来告诉比丘们 可是他没有直接要求他们要怎么做 他反而是把这个辟语说得更明白 比如说现在又有人同样的道理 佛陀佛陀又说一个辟语 他说 朱比丘 当有人要彻底的将那个已经搓螺 就是搓螺的很柔软的那种 猫咪啊 猫咪的皮做的一个袋子哦 然后使这个猫咪的皮哦 可以发出那一种就是 撒拉拉巴拉拉之音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意思说 使那个猫皮啊 发出很粗 很杂 然后沙沙作响的声音 你说这有可能吗 因为这个猫他本身这个猫皮啊 他的柔软的程度就像那一个 古代的那种捐棉树 就像棉花这样的柔软的 这样的这个这样柔软的猫皮 然后你说你是个很厉害的人 有能力将这个 就是将这个什么 这个猫皮啊 就是非常的 将这个猫皮 就是可以把它弄得 非常的响 沙沙作响 这是有可能的吧 然后佛陀就问朱比丘 就说如果说 有人说要用木片 然后用那个土力啊 来使这个猫的皮 发出那种很 就是像粗糙的声音 沙沙作响 你说这是可不可能的呢 然后所有的比丘就说 不太可能啊 那个猫皮是这么柔软 柔软的像棉花一样 怎么可能用那个什么 木片啊 用那个土力啊 可以让那个猫皮 会发出那种就是 就是想像沙子一样 沙沙作响 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所以佛陀就是要比丘们如何呢 就是说像要学习那个猫皮 那个带子一样 这样的柔软 就是他是面对别人的讲话 跟劝告以及指责的时候 不要受到一些影响 就好像说有盗贼 有坏人 有非常恶劣的人 他握着那种句子 说哦 我就是哦 要拒拒拒了你哦 这样子 你的心啊 就会因此很生气 又恼怒的话 其实你是没有把我教你的教导了 就是把它学习起来 佛陀又一再的强调就是说 我们将一定要懂得 我们的心将不改变 我们的心不受影响 我们不说粗恶的语言 我们要将悲悯心 跟利益他人的心 而且是以他人的角度为出发点 让这个世间都聚满了 所有的充分的慈悲 非常的广大 然后是广博的 是无量的 是没有称慧的 是没有怨恨心的 是这样的一个片满洲世间 如果朱比丘 你们经常可以将我今天所做的 这个句子的辟语 这个教诫的时候 那么很多人在用很粗恶的语气 来对你们说话 你们想想看 你们真的 就是 如等已见如有 不堪得者也 就是意思是说 你们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去忍受吗 如果真的你能可以反复的思量 我在说的这个句子的道理 这样的教导你们 你们的心真的没有办法去做到忍耐吗 佛陀又再次问了一次 但是朱比丘很棒 他就说 佛也世尊 所以世尊又再次强调 就是说 朱比丘 是因常念此聚遇之教 如等永远得饶意幸福 这就是以上呢 为大众来分享的这一个聚遇经 聚遇经呢 其实是个很普遍的故事 可是可能是南传的一个经典 然后在北传这边的佛教呢 就比较少人去宣说它 可是它对我们的忍耐呀 的确八立经 就是八立经葬呢 它讲的真的比较清楚 因为是佛陀亲自说出来的话 然后让我们呢 就是可以在这当下 礼物佛陀的智慧 然后更确实的清楚 欢喜的依教奉行 因为这种修养跟忍辱的心的那种内涵 已经让佛陀充分的用辟语来跟就是跟我们这些学佛者来做一个一段一段的分析哦 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分享呢 你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还有就是佛教的社团 因为的的确确是这个世界目前非常需要的一部经 这一部经是需要被广大的宣传 然后被广大的更多的人去教导 乃至我们做家庭教育 学校在面对所有的学生 老师面对学生的时候 尤其是现在青少年 还有有很多人呢 面对疫情当下 可能他的心很多的愤怒 他是安定不下来 那是因为没有一个就是正念跟一个辟语 很多的故事呢 他是说了开头就告诉我们应当如何 应当这样应当那样 可是他没有用一个辟语 像佛陀这么有耐心 讲了这么多的辟语呢 让我们了解 了解这个忍辱跟汉阳 这种种的修养 对我们的一个帮助有多少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跟节目 也欢迎你按赞分享给你的家人 还有你的好友 那也期待你 就是经常关注我的频道 阿弥陀佛 谢谢你